明天好天气还有一天时间 礼拜四开始呢 新北到封面 再加上东北风增强 届时雨会下个四天左右 我们带您看到紫外线图 其实各地呢 明天都是蛮暖热 看得到阳光落连 好天气只有在山区 午后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今天高温呢 在南头飙出36.5度 那明天开始 各地紫外线都是达到了过量等级 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 秋老虎发威的情况底下呢 最好还是要多喝水 补充防晒 那早晚之夜 温差相对会大一些些 而讲到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礼拜四开始呢 封面再加上东北风吹拂情况底下 北台湾东半部 长毛犹豫的天气 感受会比较凉快 温度稍稍溜滑梯 天气变得不稳定 激动北海岸 还有双倍是容易出现 时不时的强降雨 明天天气 我们带您看看 明天呢 北台湾跟今天差不多 感受蛮暖热 高温过33度 而至于在中台湾 比方说在南头 跟昭华 山区也要慎防高温现象 南台湾的高屏 同样阳光露脸 高温来到34度 至于在华东 高温也是突破三字头 在马祖这边降雨 几率30% 明天好天气 还有一天时间 礼拜四开始了 国民要来报告 北台湾要变天咯 高温 中身 打ériqu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